鲁豫采访绝了,真的有点东西 他以为我听了,我完全没听,我其实在想别的事情 我可能很投入在想某一个剪接或某一个画面或某一句歌词,真的 这我可以接受,我只要不是在想别的人,我就可以接受 不是在想别的人,我不是一个花心的人 我觉得花心的人也是很不成熟,也是蛮愚蠢的 他也对之前的很多对于他的那种小道消息啊 各种有的没的,包括一些所谓的绯闻八卦 他其实也是有一些,有无奈或者有一些话想说 但问题就是那些八卦跟绯闻,他还真的没有办法站出来说否认 他们家敬蕾,我聊了一下,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是一个挺温婉的女孩 但内心其实是一个极其有主意,也很聪慧的一个女孩 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,她也会很努力地去捍卫她想要的东西